今天的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加工中心的一个空置轴 标准规格的空置轴 一般为三轴 空置轴 就是我们在编程程序里面 它就叫坐标 xyz 那我们这个xyz 这个轴 那个空置轴 它的方向怎么来分 我们首先来看那个z轴 z轴就是我们通常那个刀轴 刀轴就叫做z轴 这里就是一个刀 一个刀的形状 这个轴就是叫z轴 刀轴就叫z轴 这个z的方向就是往上 就是抬头的方向 就是叫z正 正方向 往下 我们往地面的方向 往地面的方向 它就为下 xy 也就是我们那个工作台 它前后左右移动的一个方向 左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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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也就是说横向移动 横向移动 就是x 就是x走 我们的程序当中 就叫x座标 往右方向 就是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就为正 正方向 左手这边 左手这边就是负 负方向 y呢 y我们就是人 我们站到那个机床 从那个门这里 正面 针对机床 面对刀足 这个方向 这个前后 前后 就是歪走 它往刀足这边 往里面去 往里面去 它就是正 往里面正 就是正方向 往这边 它就是副方向 那工作台 它有单工作台 双工作台 有的机床 它有两个工作台 一边一个 有两个工作台 它坐标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 就是 旋转 旋转工作台 下面这种 下面这种 旋转工作台 这种呢 它的坐标 它也是一样的 上面是正 这边是x 这边是y 它唯一不同的就是 它多了一个转盘 多了一个转盘 那个转盘 那个方向 它怎么来分呢 它这样子 我们顺时针 也就是我们 那个钟表 顺时针 顺着那个钟表的方向 这个方向 就是正 我们利时针 利时针旋转 利时针旋转就是负 利时针旋转就是负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大家觉得我讲的还行 帮我点点赞 又想学习编程的 非得是想了解加工中心方面知识的朋友 可以加我关注 去我的主页 观看我的其他视频 我把对加工中心了解的知识 都告诉你们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下个视频继续跟朋友们分享 关于加工中心的知识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